2月18日,安徽怀兰 一位11岁小男孩不愿意写作业 小男孩的父亲很生气,就拿出2000元钱 让小男孩选择拿钱自谋出路或者好好学习 没想到小男孩当真了 拿着钱,后背插着娘席 打铺盖离家出走了 家长发现情况后打电话报警 据悉,小男孩上出租车后 出租车司机发现情况不对劲 就哄骗小男孩,并将其送至派出所 目前小男孩已经安全回家 2月14日,广西兰丹县 男子陆某在进行科目一考试时,作弊被抓 民警发现陆某身上绑着通讯工具 陆某表示身上的作弊工具是考试当天 花4000元买来的 设备通过微型摄像头将考试题目拍下 并传输至考场外 随后帮手将答案通过耳机告诉陆某 陆某为什么要考试作弊 最终陆某被取消考试资格 并且一年内不得进行机动车驾驶证考试 国外一位宝宝过生日 宝宝吹了好一会儿,都没有吹灭蜡烛 爸爸在旁边教宝宝吹蜡烛的技巧 最后爸爸老师说 拿来了一根吸管 宝宝成功吹灭蜡烛 近日 一则朋友圈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一位叫黄小快的同学 在姥姥家炕头写作业 发现自己写了两个小时的字没了 据悉 这位同学用的是热可擦笔心写作业 温度比较高时 热可擦笔心写的字就会消失 而炕头的温度比较高 所以字没了 当温度比较低时字又会恢复 所以有不少网友 建议黄小快同学 把作业放冰箱冷冻一下 驻军到了中午的提升洗脑环节 为了赶在结束前吃完饭 长期狼吞虎咽现在得了胃病 现在我决定吃饭的时候一起看三遍 我个人建议可以在饭前看开胃 或者饭后看有助于消化 看下午